究竟要怎麼樣用莉莉安才能打出超高的傷害 就讓小明來告訴你 大家好我是命小明 今天帶來的是莉莉安打中路的一個教學 那這次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在出裝上面做了一些改變 這次我們打的是一個-CD流 然後主要是以打消耗為主 那為什麼會這樣出呢 前面我們先上了一個CD血 那就提供了15%的冷卻 那在接下來後面的三件裝都各提供了10%的冷卻 那再出到第三件裝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40%的冷卻 差不多呢1技能只要3.5秒就可以刷新一次 然後我們惡魔微笑的被動是可以燒3秒 所以等於說我們幾乎可以讓1技能去不間斷的一直燒在敵方的身上 那我自己覺得呢 這套出裝比較適合於剛剛玩莉莉安的玩家 或者是你對莉莉安的技能命中率還比較沒有那麼有把握的玩家 那為什麼 因為這套出裝-CD流嘛 所以你要是技能打空了的話 下個技能也很快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出平常的爆裂加皇冠的話 你沒有-CD你要是技能打空了莉莉安前期的-CD完全沒有起來嘛 所以你1技能要6秒鐘然後2技能甚至更久 所以你會有很長的空窗幾間 你就只剩下普攻 這樣的話莉莉安會變得相對非常發力 所以說這套出裝給予的容錯率是很高的 那就算你是專精莉莉安的玩家 我覺得也可以嘗試這套出裝 因為容錯率非常的高 這樣可以不停的丟技能打消耗我覺得也是不錯的打法 也不一定說大家都要追求一套很高的爆發嘛 你慢慢用惡魔微笑去燒 然後我們再搭配個拘魂路 還可以幫對上去做到一個降治療的打法 覺得也不錯 有點像是一個功能型的打法 但是你整場下來呢 你也可以達到40%左右的輸出 覺得也是蠻夠力的啦 算是一個蠻新的思維 因為之前的莉莉安基本上是不會這樣出的喔 那我覺得這次我這樣打下來也試了蠻多把 我覺得好像真的可行啊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再嘗試更多不同的裝備吧 因為我最近其實發現蠻多不錯用的裝備 不一定是之前照大家釀出的 那之後有機會再拍給大家看 回到遊戲呢 我們這邊已經是一個3比0開局了 但是非常順風 那在這種順風的場合 我們的這種消耗流會更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壓塔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停的丟技能去騷擾對方 那這邊這個蝴蝶真的很強耶 他剛剛差點被我秀 他即時開啟凝霜喔 躲掉致命的傷害 我還差點被塔打死 他還回手放我一個1技能 直接嚇到尿都快剉出來耶 不過我們反應也很快啊 我們馬上交一個閃啊 其實我還蠻好奇 看我那部莉莉安的教學影片的人 是都玩莉莉安玩很久了嗎 還是說你是剛接觸莉莉安這隻英雄的玩家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講一下 那這邊我們看到草莉有人 我們用2技能試探一下 然後大招馬上拉開 那玩莉莉安其實手術也是蠻重要的 如果手術不夠快 常常技能就按不出來 我真的有時候常常技能按不出來 氣都快要氣死 想當初高中的時候 做出各種超牛逼的操作 現在呢真的是有點老啦 手指的速度已經趕不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通常打中路的時候呢 我一清完中路的線 就是一直去往魔王路那邊跑 那最近呢我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常常會去反這個芭蕉猴啊 因為芭蕉猴在某一次的改版中 它降低了它的模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一套 馬上就把芭蕉猴帶走 那我說了嘛 大家應該也知道 經濟對莉莉安來講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時不時的就可以去吃 對方或者是我們家打野的芭蕉猴 因為打野會來蹭我們的兵線嘛 那相反的 我們拿它一兩隻野怪 也不為過 所以呢我 推薦大家就是 有芭蕉猴有生的時候 可以盡量去反 因為你反那個猴子 基本上耗不到個兩三秒吧 就丟沒幾個技能 然後就可以吃到了 那這邊呢我是15啦 我這邊打得太衝了 沒有注意到後面有那麼多人 打得有點放肆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 還是一個優勢的情況 那我們就 穩定吃兵 然後 穩定的消耗 這樣打就可以了 其實 打中路真的蠻簡單的啊 像 我們今天立定要玩這種消耗型的打法 我們也不太需要去吃什麼進場的時機 我們就是一直在後面放技能 就是無腦放 真的是無腦放 就看到人就丟看到人就丟 沒有什麼 沒有說什麼特別難的打法 就是 你要知道怎麼樣保持你自己的站位 因為我們 不是出 魔防血 所以相對來講 你要是被控到的話 那個時間會比較久 像是這一場我們有 蝴蝶的二技要躲嗎 還有讚尼爾的二技 還有趙雲的大招 還有魚人的大招 像這些呢 只要我們能扭掉 那 少出了一個韌性血 對我們來說 影響就不會到太大 而且我們還可以多了10%的CD 其實還蠻賺的 當然這就是考驗走位 那如果有些玩家 對自己的走位比較沒有那麼自信的話 這套出裝也可以去出韌性血的 不過你這樣 就會少了10%的CD 你可能就要從其他的裝備 去補滿這個CD 那大家不只有在玩粒戀愛的時候 玩一些消耗型的法師啊 那因為法師推塔的速度 通常沒有射手快嘛 所以說你做一個法師 你常常像在壓這種二塔的時候 你就不要站在塔的前面 可以站在塔的側邊 那我們可以從側邊對敵方進行一個消耗 那給我們射手的輸出空間 這樣呢他也會比較好推塔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那我們這邊呢你看 我們也不急著進場 我們就是一直丟技能一直丟技能 就丟到敵方覺得很煩 這樣你就是一個成功的消耗型莉莉安了 那你看魚人就在這邊皮 他如果太往前上來皮 我們就上去咬沒關係 那他如果站得遠遠的 我們就是一直丟他一直丟他 丟到他覺得很煩 覺得你很靠杯 那你就是玩得非常成功啊 因為我們這種打法呢 就是要讓對方覺得我們真的超級靠杯 技能一直丟一直丟一直燒一直燒 我們這一技能不僅僅是普通的一技能啊 我們還是嘲諷值點滿的一技能 你看對手各種完全打不到我們 但是我們就一直打他們 一直無損消耗 這種感覺是不是非常痛快 那這邊呢 我們進去騙了一顆零氣彈過來 那我們就炸下去 你可以看到 傷害其實也是很高啊 並不會說你出了消耗流 傷害就真的非常非常低 其實並不會 你出這個消耗流 你零氣彈打下去還是非常痛 像這種嘲諷值點滿的打法 果不其然呢 讓我們在遊戲還沒有到十分鐘的時候 就可以去結束了 老師命小明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訂閱 還有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你 也喜歡玩立天安的朋友 或者是有在玩傳說的朋友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